海中市北屯呢 在昨天下午3點左右 發生了一起驚悚車禍 好 這是一名7歲的小男童 腳踏車在過馬路的時候 突然竄出來 導致一浪 直行的急車 還有造車反應不及 直接撞了上去 小朋友當場噴飛出去 再被造車輾過 起初一開始 還有一些模糊的意思 但是最後呢 送醫急救 還是宣告不知 藍色腳踏車後輪車身 嚴重變形 被放置在路旁 而這輛腳踏車的主人 正是一名7歲男童 原來當時他騎腳踏車 過馬路卻不慎遭撞 肇事的機車騎士 還有轎車駕駛 也全都嚇傻了 他就是從人騎到衝出來 他一定是沒有在看 所以我們兩個人才都來不及 這比較無奈 家長竟然沒有回頭 直接讓小孩這樣出來騎 跑出來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來不及反應 我應該是先壓到腳踏車 再壓到他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市敦化路 二段跟仁平路口 3號下午3點45分 當時路口是閃黃燈標誌 他姓騎士騎機車準備執行 七歲男童卻突然騎腳踏車衝出 因為反應不及當場撞上 男童連人帶車被噴飛 當時附近男子開的休旅車也剛好經過 同樣來不及閃避當場唸過男童 最後導致他身體多處擦身 意識模糊 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另外兩名汽車及機車駕駛 根據騎士透露自己車速並不快 但是男童突然衝出 導致他來不及刹車 禁勳後被遺過失致死罪 移送偵辦 詳細車禍肇事過程 還有是否違規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 藉綜合報導